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女双手不尽 男女双手不尽 是 平婷早已是我夫人了 你 这 这 这 需要多长时间 得一炷香吧 最终姑娘辛苦你了 她 今天我来照顾她 那她 放心吧 这个 那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又一生相爱 仿佛一夜 带路的光 映射逞强 如果回忆无常 就握紧握 等风吹来 轻轻的 轻轻的 迟迟的 年轻的 梦见了 被遗忘的 像时间讨一味出色的美 夜如水 风如泪 爱如杯 从不害怕不退 向谁 偏离后迂回 今生也罢 你我成相 温柔一对 等等风景 等等爱事的参与 旧事 相识 今生骨 宽宽 言语 宽宽 乱空 千秋 至于你 朝朝暮暮 再多一年 再多一言 在你梦的那边 你怎么可以说 福泽已尽 你怎么可以这样安排我的人生 你怎么可以这样安排我的人生 城外的江 风景怎样 情深 久有初遥 又是一朝 如果没有你 我这一生该怎么度过 轻轻的 轻轻的 你是我的荣誉 你倒是教教我 我该怎么办 盛开的 可公主 白兰不可一日无君哪 陆荣泽 公主殿下千金之躯 已经一再忍让你 而你却步步紧逼 你到底是何居心 公主现在年轻体贱 一定会诞下 白兰王室的继承人 在此之前 老夫还有重臣 愿意辅佐公主 竹吃江山大业 赴汤蹈火在所不息 王室血脉 可公主尚未出嫁 现在还没有心仪的驸马人选 这一时半会儿 到哪儿去给公主找成龙快婿呢 皇死不利 民心不安 此事不能再等了 公主殿下 提起公主的婚事 老臣的确是有一个 适合的人选推荐 犬子贵言 身为中军将军 何公主自小青梅竹马 此次 犬子特别自见自己 前来迎接公主回朝 这 知子莫如妇啊 老臣知道犬子 一向对公主怀有仰慕之心 故斗胆推荐全子贵言 唯我白蓝的驸马 不知公主意下如何呀 臣爱慕公主殿下已久 自打见到公主的第一眼起 就已深深地爱上了公主殿下 启奏公主殿下 则叙之事 关乎到公主的终身大事 请公主务必思量清楚 再做定夺 以免因一时冲动 而误了公主的一生啊 启奏公主殿下 则叙之事 关乎到公主的终身大事 请公主务必思量清楚 再做定夺 报 启奕公主殿外有人求见 来者何人 来者自称和侠 轩 是 轩 和侠觐见 耀天公主 和侠复会来迟了 请公主降罪 不迟 你来得正是时候 和侠今日来只为一件事 和侠燕都长子 官居我白兰票旗大将军 与公主相识于危难之中 公主的容貌品性 皆为和侠所仰慕 羡慕 写我靖安王府家传宝玉 向公主前来求亲 大大流寇 胆敢朝堂之上 公然挑戏公主 找死 贵将军 得罪了 放肆 爹 桂妍 死 臣妻公主 老臣一派人 查过她的底细 此人 乃焉枝叛贼 论各方面 都没有办法和公主相匹配 请公主三思啊 臣复义 此人太鲁莽了 请公主三思啊 臣复义 大家静一静 诸位爱卿 本宫有话要说 正如何将军所言 本宫在回到云安城之前 就与何将军相识 他从来都没有对我隐瞒过 他的身份 地位 禁欲 人品 本宫都非常地清楚 而且本宫也亲自封他为 白兰的票棋大将军 此事不容置疑 时下 我白兰正处于动荡薄弱之时 静 烟 粮 又有哪一个不对我们虎视眈眈 而对于白兰而言 在战场上立下过赫赫战功的何将军 难道不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吗 如果能得到这样一位人才 与江山设计 对于我白兰来说 难道不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吗 对啊 这就是喜事嘛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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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大人说 儿女之间的大事 应当遵循自己的内心 可惜本宫 是一位苦命的人 父兄早逝 无依无靠 儿女婚姻这样的大事 只能靠我自己来做主 所以今天本宫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 本宫与何将军两情相悦 真心已对 这门卿事本宫答应了 何将军 何侠在 白兰票起大将军何侠 英武神勇 智朴敦厚 本宫愿择你为序 与你勇于爱河 白头偕老 你可愿意 我愿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北杰哥哥 我替白姑娘换衣服的时候 在她衣服里发现了这个 给你的 我可没看啊 王爷亲俭如雾 王爷如月此心 想来拼廷已与王爷 阴阳相隔 拼廷乃醉臣之女 命定孤苦 甚不由己 为王爷为己蒙愿 拼廷之大国 让王爷平安无恙 拼廷之大兴 此生能得王爷垂哀 负责一击 去得安详 王爷 无需挂念 王爷有杀伐天下之力 却心怀悲天悯人之情 拼廷敬重 拼廷亦心痛 王爷屡屡为拼廷所累 接远于此 拼廷见识浅薄 唯愿王爷从此不再为难 疏心快意 只断情长 不负追忆 忘了冰廷 此生安好 切勤 晚安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们都退下吧 是 太医真能确定 他们都能诞下男婴吗 臣虽然不能保证 他们每个人都诞下男婴 但是他们都是初孕的女子 六人之中必定有人会诞下男婴 请尚书放心 这次就全靠太医了 事成之后 太医院士非你魔术 好生照顾他们 给足银两 千万不可早漏风生 是 是时候 把这些挡道的给清扫清扫了 这些挡道的给清扫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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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相信我会找到世界上最爱我的人 手上白姑娘 杀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杀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杀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爷 杀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 王爷 一个都不能放走 是 他们是谁啊 为什么要来刺杀我们啊 王爷 已经追不上了 可有认识的 没有认识的 看来他们的目标是我 好在他们还没发现我们的秘密 这里不能久待了 一定想办法把冰亭送到安全的地方 送走 送去哪里啊 他现在的身体见不起颠簸的 来 来 快把他放到船上 快 平定 快点追局 没事 没事 快 平定 平定 快 你怎么扎的呀你 平定 怎么办 平定 我 你快点扎我 追局 别紧张 想想师父怎么教你的 再来 王爷 东山别院已经暴露了 这些人不单单是为我们而来的 白平亭已死于进宫大殿之杀 楚北杰亲手杀了他 白平亭已死于进宫大殿之杀 快能伍臣 快可以 少爷 这几天啊 玉安城里最好的裁缝大师 放下手里的活儿 都来忙你的婚礼了 不计公本 不计价钱 只求驸马爷能看上自己的手艺 少爷 你怎么了 平婷死了 初被劫在进宫大殿上 杀了他 这 这不可能 初被劫 他们俩不是 你要去哪儿 去做好你自己的事情 我要去把他带回来 他孤零零的一个人 被葬在了哪里 谁给他穿衣 谁给他收敛啊 不行 我要去找他 你在哪儿 他在哪儿 你去得了吗 少爷 那不是别人 那是姐姐啊 我要替他报仇 够了 够了 也不知道是哪位王后公子呀 能有这么想去到咱们宫里面吗 真想知道公主的败价有多少啊 谁家 你脑子坏了 咱们公主可是招驸马入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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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的魔库啊 就是拼你 贵仗像还不来呢 贵仗像今天身体不适不便出席 身体不适贵仗像身变呀 昨天我还看见你 你就别问了 没点演的劲儿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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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迎公主 恭迎公主 夜下 驾驶 驸马 快请起 金石到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奴婢愿公主和驸马夫妻同心和和美美 奴婢愿公主和驸马甜甜蜜蜜早生贵子 奴婢 你们都先退下吧 今天晚上不用你们服侍了 奴婢们服侍公主和驸马更衣就寝 怎么听不懂吗 今天晚上就由本宫服侍驸马入寝 你们可以退下了 驸马 本宫想替你更衣如何 这 来 公主身份尊贵 此举万万不可 公主啊 你就允了他们吧 要不这帮人一直跪在这里 咱们怎么东方啊 好 那既然如此 你们就把你们该做的事情做完吧 是 谢公主 是 谢公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是对不起 本来我都想得好好的 我这辈子从来都没有服侍过别人 可是今天是我们的大婚职业 我 我想服侍我的夫君 公主 公主啊 你的一片心意我领了 何侠何德何能 娶到你这么好的妻子 我什么都不要你做 为夫会为你操持一切 我何侠愿为你征战四方 愿意为你异动殿下 为夫要亲手为你戴上皇冠 这 十辰已到 恭请公主回宫 大胆 是何人在窗外喧哗 是老臣 公主殿下千岁 你们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奉白蓝组织 执政继承人 不得整夜离宫 公主也不例外 臣等恭请公主回宫 以便明日早朝 混账 臣等恭迎公主回宫 臣等恭迎公主回宫 驸马 刚才他们 我都听到了 祖之不可为 公主你回去吧 反正一会朝堂之上又见面了 可是 这是我们新婚第一天 我想多陪陪你吗 对不起啊 好了 不要说对不起 现在我们是夫妻 有任何事情 我们一起来承担 去吧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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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放转 呀 можешь 小心 我们能敬顶 liber转 啊 我 when 贝琴 贝琴 白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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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贝琴哥哥 白姑娘醒了 你看 他醒了 贝琴哥哥 你去哪儿啊 他醒了 贝琴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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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里呀 他醒了 你不去见见他吗 不要告诉他我来过了 如果他问 就说 是泽颖和莫然救了他 为什么呀 贝琴哥哥 他 也知道 他 来吧 你去哪里 是